結智主場迎戰,天守為飛馬 比賽地點,儀私回到小西灣民動場上演 三方隊第一次亂賽,碰頭是1月份 當時打成零比林平手 結智競選陣容方面 龍門王振帆取代奧利位置 盧君儀取代要停賽的李恆匯 而中場是不變的,前面由梁子晨拍攝文家和亞歷士 飛馬方面,由於伊達要停賽的關係 所以黎耀昌就能夠擔任正選 至於梁子晨移到前面拍攝馬列奧 至於後防和龍門方面的正選陣容是不變的 正在拍攝李恆匯 而他的責任由伊達停賽變得更大 而結智的入球責任仍然落在文家和亞歷士身上 這下軟劍環撿直線給了底線的梁子晨來過全中球 這下馬列奧雖然頂不了,但後面的李恆匯來過寶石 結果射高出的 劉全坤 劉全坤 又可以給前面飛馬的球員 但六半球交失了給劉全坤 御全坤 賺滿地球非常漂亮 但亞歷士的時候 第一下先不能把握機會 第二下也不能把握機會 第3下也不能把握! 是不是那麼難射小 射的下 他可以做得簡單一點 射了幾下 萬流尾袋也可以 因為這一刻攻勢了對方的門長葉和徽恩相對下火線 由李健入替 劉吳嘉偉 給了中間的梁子誠 但是梁子誠這一刻的球射不到之下 落在盧君兒腳下 但盧君兒最後射了網側 李康廉來過軟石 中微 不能夠打開紀錄之餘 雙方亦都是20比0 半場 什麼賽事來到下半場 文家來到全中球 李健拍出不遠 個球落了梁子誠 這下梁子誠雖然射破了李健 但射不到護空門的科夫 他頂著他 他頂著他的球 後面入替的 張健鋒打不到給馬里奧腳下 馬里奧腳下 馬里奧犯規之後開出了自由球 但是 這下被脈寶美偷了球 來過軟石 但也沒什麼力的 被王震鵬接實 高文 高文 來過高波 調到被禁區的盧君儀 想來過半顆半射 但最後也過不了李健一關 盧君儀 今場傳染左閘 高文 開出角球 但這下 又頂不到 頂球的就是 阿力士 脈子 夾子 放了一個自由球 羅沙道主石 射穿人牆 但對李健來說 威脅不大 雙方打成另比利平手 換言之 排在第一位的藍 只要 第二天擊敗沙填 就可以提前封王